我們現在年輕的時候用不到 所以我們老化之後 我們聽力是真的會退化 大家對於聽力困難者的處境 其實是很難想像 因為聽力的狀況很隱性 跟社會的銜接 我們需要大家更了解 更體諒 更有同理性 聽力科技現在已經就是蓬勃發展 現在其實助聽器都非常小巧 你看其實我戴著你都沒發現 就是有一條線這樣子 後面就有背著一個小機器 所以為什麼會選擇聽力是這個工作 而且還在新加坡 好像是命運啊 好像是命運嗎 剛剛兩度三度爬上Grace的腿上 Cooper一情別戀 台灣我覺得現在我會蠻認為說 可以推動三個方向吧 哈囉 歡迎回到Shindy的頻道 今天非常開心邀到一位算是同行啦 她也是YouTuber 耶 歡迎Grace 你今天聽見了嗎 歡迎歡迎 對 謝謝 謝謝 Sandy Grace的頻道叫做 聽力公主 Hearing Action 一個專門在講聽力相關科普知識的一個頻道 Daring Action 歡迎 聽力師這一個職業啊 老師說我是在認識你之後 我才有聽說 這個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全職的話的第一份工作 當初你擔任聽力師的地點是在新加坡的一個醫療院所 哦 對 這為什麼會選擇聽力師這個工作 而且還在新加坡 高中的時候其實一直都對醫學很有興趣 但是老實說你真的說要做什麼行業沒有太多的頭緒 所以真的跨入到聽力師這個工作去念這個學系 應該有點像是命運吧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在每個不同人生階段都會有一些摸索啦 我覺得摸索不是有什麼問題 這樣最後能夠摸索出你想要走的一條路是最重要的 真的 這才重要的 對啊 所以剛剛我說 會有寶貝 好像是命運啊 會有寶貝 好像是命運啊 會有寶貝 好像是命運啊 會有寶貝 啊 Cooper一情別戀 你要叫就好了 會聽力受損 所以為什麼會說是命運的原因 就是因為是誤打誤撞進入這個學系 真的後來是自己非常喜歡 很有熱情的一個工作這樣 特別的是你是在新加坡的醫療院所擔任聽力師 那為什麼因緣機會會去新加坡呢 這邊交不到男朋友 所以只好往事外發 在台灣我覺得聽力的發展 稍微侷限了一點點 因為台灣的聽力的分佈比較特別喔 就是你要工作的時候 它會變成是你要在醫院工作 在助聽器公司工作 或者是在基金會工作 它有點把聽力的照護分成了三塊 這樣子我蠻希望可以就是 三個部分我有學到的東西 我都可以去繼續發展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說可能可以去國外 那一天晚上有了這個念頭 然後當天凌晨我就把履歷寄出去 就到新加坡了 有了plan有了夢想就去做 對 真的 哇今天真的好心靈神智喔 你在新加坡看到了他們的醫療院所 對於聽力治療這一塊的規劃 那你回過頭來來看台灣環境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做一點改善你 其實真的會蠻希望說可以把各個聽力相關的照護整合起來喔 因為其實聽力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Journey 自從你一開始還沒有發現聽力問題之前 就應該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活動 去讓你了解聽力的問題和重要性 然後一直到最後你真的是去看醫生 幫忙診斷 然後到我們去幫助你去了解 你可以有哪些物件的方案 然後到選配助聽器 到最後怎麼樣去協助你去做很多的訓練 或者是銜接 對 所以其實在台灣我覺得現在我會蠻認為說 可以推動三個方向吧 第一個就是聽覺意識的推廣 台灣在這一塊雖然我們醫療很進步 我們的醫療真的是全世界屬一屬二的厲害 但是我必須要說聽力這方面我們還蠻落後的 我相信是耶 因為像我本身我自己聽力上目前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所以我也自然不會去蒐集這相關的知識 然後我是真的是認識Great之後才知道 在聽力治療方面可以有這麼多元的面向可以討論 所以說現在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某個程度是聽力窺廣 再來就是讓大家大眾去創造一個聽覺友善的環境 聽力困難者啊 他們在社會的銜接上面 就算他們有帶助聽科技 其實還是會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跟社會的銜接 有時候其實就是我們需要大家更了解更體諒更有同理心 比如說我們在溝通的時候我可能會邀請你再重複一次 如果你可以了解說我們其實聽力困難者的處境 你就會多一份的那種耐心 台灣人超善良 我們如果看到一些老太太要過馬路 我們就一定會去幫忙 或者是說我們看到有盲人需要協助 早期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幫助盲人 後來有宣導 對政府有加強宣導 我們就會可以去知道方法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給予協助 但在聽力這一塊其實大家對於聽力困難者的處境 其實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聽力的狀態很隱性 本身自己不開口說障礙者的話 其實外人根本也看不出來 而且有時候反而會覺得說 這個人怎麼好像很沒禮貌 或者是這個人好兇喔 但其實沒有 他只是因為沒聽到 就很容易被誤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第二點就是創造一個聽覺友善玩 其實這也是需要透過多一點的推廣 讓大家多了解 這個很重要 對啊所以就很感謝Sandy 讓我今天來這邊通詐大家 沒問題沒問題 我自己對聽力這塊我其實也相當有興趣 那第三點是什麼 第三點就是聽覺管理的成效 我們聽力困難者啊 比如說他需要助聽科技的 但是到底這個助聽科技 有沒有幫他發揮最大的效益 其實我們在現在台灣 甚至不只是台灣 其實全世界都做得不夠好 是不是很難評估 其實不會很難評估 只是做的人不多 我必須要老實說 我覺得做得不夠 大家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助聽器其實它就是一個硬體 但是真的要幫助你把這個助聽器 融入你生活當中的那個專業者 就是聽力師 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對真的同樣一個很好的助聽器 適合你不一定適合這個人 就我也有病人就是試過 二十幾萬的助聽器好幾對 但不是每一款他都適合 所以說其實是專業的人士 要幫忙評估和把關成效是很重要 專業的人士的專業 才是你真的需要去尋找的 今天Grace有帶一組聽力器 欸那個叫做什麼 助聽科技助聽器 現在其實助聽器都非常小巧 你看其實我帶著你都沒發現 欸你帶著 就是有一條線這樣 它這個線是電線的意思 放這麼進去 對然後其實我們後面是有背著一個小機器的 喔這是掛在耳後的這一支掛在耳後 我印象中助聽器應該很大一顆 像我這種耳機這麼大一顆塞在這裡 現在助聽科技是越來越進步 所以其實我頻道除了就是有在講 聽力困難者要知道的資訊 那另外我其實有在講聽力科技 就是助聽科技和聽力科技 現在已經就是蓬勃發展 以後可能就是人耳一個助聽器 或是人耳一個聽力裝置這樣子 我今天要把它做得很有趣啦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看 今天帶來的這組助聽器呢 要價台幣十幾萬嘛對不對 對一邊而已 算是比較高階的嗎這一支 對這應該算是比較高階 就是助聽科技其實有很厲害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不同的預算其實都會有適合你的助聽器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這樣大家就是知道說聽力是很寶貴的 你好好做聽力保健 不要讓你的聽力lost太快對不對 所以你見了一個pearing action 這個youtube頻道 在推廣科普知識之外 自己本身還有一個新創的事業嗎 對其實這個新創事業 比較是後來衍生出來的 做youtube的東西是很直覺 就是真的有這個需要 我們需要華爾更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沒有想太多做了就做了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持續的經營下去的話 真的是要找出一些可以sustainable的狀態 讓他可以繼續永續經營 所以我們就有在想說 我們可以找出一些商業模式 然後是可以幫助到社會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想要找做一些 聽能服務是現在市場上沒有的 什麼樣的聽能服務是現在台灣市場上沒有的 其實還蠻多的 但我目前先不講那麼多 就是講其中一個 商業秘密 好 講一個 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 就只是他其實是蠻包裸的外向 那主要就是我覺得有一個是聽能顧問的服務 希望說可以去跟現在市面上的各個長牌 和駐聽器公司的業者一起合作 然後去變成一個三方的一個顧問的形式 你跟這個你的聽力專家去做一些溝通協調 然後去一起把關你的聽覺以後的成效 所以他會是一個三方都很好的一個平衡生態 其實像我們年輕人我們可能沒有疾病 或者是也沒有遭受什麼樣的意外 所以會比較少有聽力障礙的問題 但是隨著你的年齡老化 你的聽力其實是會隨著年紀慢慢的退化的對不對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實聽力的這個服務的需求其實是蠻大的說真的 我們現在年輕的時候用不到 但是隨著我們老化之後我們聽力是真的會退化 像我的阿嬤已經80幾歲快90歲了 他其實聽力相對已經退化得蠻嚴重的 然後我跟Grace聊過這件事情 其實老人家的聽力是在無形之中慢慢流失 你是每天這樣子溫水煮青蛙的流失 所以你不會馬上立刻發現你的聽力出現問題 你是到一個很嚴重的時候 你的孫子講話你都聽不到的時候 你才驚覺說我的聽力已經lost這麼多了 沒有最可怕的是阿嬤可能自己根本不會知道苦的是孫子 是旁邊的人發現說怎麼跟他講話 他都不理或者是答非所問 但是你跟他講說阿嬤你的聽力不好了 他會說沒有啊我聽得很好啊 因為旁邊的人耳聰目明想跟你溝通的時候 他們講話你聽不到 孫子又講更大聲阿嬤才勉強聽得到而已 其實孫子很痛苦就是你要講話這麼大聲 我們的聽力問題真的是要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注意跟保健 然後慢慢的注意你聽力的流失的狀況 不要讓他到已經無可回復然後嚴重的時候才去求助 是是對及早治療及早的使用助聽科技 都會對健康有很好的幫助 聽力呢在失智方面的一些相關的風險性 目前研究是蠻確鑿的喔 就是說你聽力有損失的時候 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是兩倍三倍五倍的這樣子攀升 這就是為什麼其他國家現在就蓬勃的在推聽力的照護這件事 但台灣就是 沒看到耶 就是我們自己在努力啊 某一個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去跟政府有更多的溝通 然後有更多的一些資源 讓我們去讓大家了解這個問題這樣 我真的很想把這個觀念給更多朋友知道 我也是認識Grace之後才慢慢的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一個嚴重性 但是如果說現在有像Grace這樣的有志青年 想要自己的資源 開Youtube去推廣科普知識也好 新創一個事業 然後想要去結合一些聽力服務也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我們社會 也加上我們社會開始老化之後的聽力lost的這個狀況 已經我們開始力挽狂難了 力挽狂難 大家要多多支持Grace的hearing action的頻道喔 我們今天這個是一個fit合作 專訪完Grace之後啊 我一陣子之後會到Grace的頻道去聊聊說 在聽力治療的這一塊有沒有什麼樣的AI科技的應用在裡面 到時候記得要去他的頻道看 不要忘記訂閱 蠻緊張要去聊這個話題的 因為最近才接觸聽力治療的這一塊 所以我其實自己也要做蠻多功課的 不要太擔心啦 我只會就是邊測你說每天都要看五篇論文啊之類 然後連看十天之類就可以來上節目了 好啦今天非常開心Grace來我的頻道接受我的訪問 那希望呢我下次去Grace的頻道接受他拷問的時候呢 那個放我一碼 考試 太嚴厲 好緊張 那到時候呢就請去Grace的頻道看我們的那支影片囉 來今天的影片就是在那邊囉 喜歡記得朋友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到下面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一點怕今天拍完之後 Cooper移情別戀了 我的馬咪是天麗公主 剛剛兩度三度爬上Grace的腿上 以往的受訪者完全沒有這種禮魚 因為我有遵循就是把它視為無物 這就叫做欲情故縱 哈哈哈哈 太 Joel 天麗公主 是 sellers 全世界 真的很borough 像